车辆停在路上 一旁还放着小推车 远景不断卸货 将纸箱一一叠放 处理完毕准备离去 但运送过程中却露了一箱 红色胶带缠绕纸箱 里头密密麻麻 一格格整齐排列 总共放了1200颗空弹壳 没想到这么重要的装备 竟然被粗心远景 遗落路边 远景拿着遗落的弹壳 原来后来还被民众捡到 好尴尬 当时一名男子 经过这边的U-Bike站的时候 发现一旁的长椅上 竟然有一箱箱子 他就把它拿起来晃一晃 结果发现不太对劲 就送到后方的林口分局去 有远景见识之后 发现里头竟然是一箱空弹壳 林口分局地下室设有靶场 给其他分局常训 3月20号综合分局训练完毕 有侧验教官 主教以及同仁 协助清点射击装备空弹壳 确认无误后 以小推车运送 并朝卫生锁旁的停车场移动 但过程中疏忽大意 没注意到一箱空弹壳 已经掉落 人民保姆常态训练 强化自身技能磨练枪法 如今遗留重要配备 未来也要重新规划SOP 虽然是空弹壳 但凋落路上撒毁民众 除了省处相关人等 警方也要持续教育训练 华视新闻 澄清顺序听论新北报道